看起來好像 沒有人成就 那先問一下 上個禮拜講的有什麼問題 我們上個禮拜 是很快先把 資產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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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下個禮拜也 先讓大家看一下 要求資產要 單獨劣勢的有哪些項目 然後呢 可以發現資產有什麼 有一個情形象 那如果根據這個規則的話 我們是看不出來 它的優惠性的造型 所以我也帶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分析版的書上面 其實有金獎的 目前來講 我們還是會按照我們習慣的 八分層 流動跟非流動 我們不會按照它寫的 12345678的那個順序 來編排我們的資產 做代表裡面的資產 因為這樣的順序 又太混亂了 比較沒有規則性 那我上個禮拜可以先講一下 資產的部分 那請大家先看一下 我剛剛看到102頁 我不想你們現在拿到的書 給工具做了一點修正 因為當時候它可能有漏掉一個字 102頁的第四頁 它這邊有123字長期投資 再分成證券其他資產工具投資 就是非一夜用 居由於長期性資產投資 第 後面那一段 長期投資在資產負債表中 通常列於非流動 我這本書呢 這個雞刷的時候呢 它是少一個飛 那因為前幾個同學問過我 所以我在我的書上面 有一個字記起來 但我不曉得你們現在 新買的書裡頭 裡面把這個字給它補上去 好 所以如果沒有補上去 補上去 補上去裏 因為同學可能會 看到這樣書上寫會很痛苦 因為長期投資 通常會列於非流動資 好 那資產負債表裡面的資產呢 什麼表達呢 你也當然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在這本書裡面呢 就是應該我們這個 期末考慮之前會講到的是生物資產 那生物資產算是 之前如果大家說不算 就是沒有講到的部分 這是生物資產的 在中塊裡面比較有加進來的一個意義 不過生物資產也不去跟副長 也不去跟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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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先跟大家過的意義 好 好 那下個禮拜期後面 我們會做一些的練習 不過我剛剛看到吧 我們最後可能期末考完 我記得我應該是 我們是 我們這個上學期的時候是 提早一個禮拜考 期末考 然後呢 期末考那一週我們會上課 那當然上課我要講無形資產 好 那無形資產呢 在這裡有稍微提到 我大概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裡有提到它的一些規定 基本上呢 資產 都不會是 請資不信 又無資不解 也就是說呢 它是不會什麼 永遠都是維持那樣子的 除了土地 好 目前來講 既然我們有地震啊 什麼 前一陣子不是中東的哪裡地震 已經出一個 好嗎 你們看到這個水面 好 那記得嗎 那個時候有恩衛衛服製的時候 九字呢 為重3.53 好 所以可能有些譯物不見的 那我們拿的時候 當作有那個地震 要有頭版 那這是什麼樣的話 好 除了 我說的 其實基本上在太懾的立場中 所有的資產都會變動 好 會因為你的使用而變動 好 不會擺在那裡 供在那裡的地方 它對 你一定會用 他會移動的過程裡面 他一定會因為你使用耗損掉 但是所有的資產裡面 他都會因為時間或者是你的使用 而減少他的價值或是減少他的一個帳面金額 但是除了土地之外 所以在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在快遞出地裡面 資產裡面除了土地之外 是所有的資產裡面都得 那當然土地也不是完全不動 因為我們說了土地可以做什麼 做成股 成股 成股 就比如我們說資產重複裡面 土地也是可以重複 但是土地重複不是因為我們 而不是直接使用 而造成它的價值的變動 所以我們要去看的是 在企業的使用 而導致或者是實現的進步 而導致它的價值變動的 除了土地之外 其他都會因為你的使用 或是實現的進步 而導致產生的移動 那所以呢 所以的資產 流動資產當然因為你會耗損 或者是使用的價值而移動 但是固定資產 就是負動資產產房 以及設備呢 我們會因為使用或時間經過 而產生折舊 所以折舊是一個全本分攤 然後呢 無形資產也是一樣的 這個礦產資源更是你開台之後 它的資源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它是勢力如此 那除此之外 像無形資產 我們現在看的是無形資產 因為礦產資源 或者是不動產產房 以及設備 它的成本的分攤 我們都會在專章裡頭去做解釋 看看它的照顧的福利 上面看一下無形資產 它無形資產也是在我們的第九章 那不過這裡有提到 無形資產的一個小小的部分 也就是說 它以前 我不曉得大家在學習慈喊的時候 我們告訴你 無形資產它做關攤的時候 就是做成本分攤的時候 是借攤箱費用 代什麼 代或者是累計攤箱 或者是無形資產 直接代計無形資產 這兩個科目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 無形資產 會因為時間的經過 好 大部分無形資產 會因為時間的經過而減損 因為無形資產 它看一下的時候 是根據經濟連線跟法律連線 而取得比較短的 我現在在談的是103頁 因為我剛看到103頁要談無形資產 那我想無形資產裡面 你要先給 因為也許我們到時候 考試的時候會考一些 就是觀念體育會好選擇 那選擇體育會考一些 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還是要講一下 無形資產 我剛剛再回到前面來講 所有的資產除了土地之外 都會因為時間的經過 或者是你的使用 減損它的降低 或者是消耗到它的價值 所以我們要做折舊 所以無形資產用的科目 就是叫做貪銷費用 那它的代方科目 它可以是無形資產 接代計無形資產 或者是代計累計貪銷 那這是 但是呢 有很重要一點的觀念裡頭 我們剛剛講說 所有的資產除了土地之外 都會因為時間的經過 而減損或者是消耗掉它的一個價值 那無形資產也是如此 但是實際上 那是不是所有的無形資產 你都要做貪銷費用呢 的計算呢 好 那我們不要回過頭 我們在做成本分攤的時候 三個數字加一個方法 如果記得我們在講 會計估計變動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折舊費用 我們是不是講 三個數字加一個方法 我的貪銷費用 我的無形資產做貪銷費用 也是類似 要三個數字加一個方法 那三個數字裡面 有兩個數字是估計來的 跟折舊一樣 跟不動產產 設備的成本分攤是一樣的 折舊費用的計算是一樣的 除了原始的成本是確定之外 另外兩個數字是估計來的 年限跟什麼 產值 那通常無形資產 我們呢 除非有特殊的狀況 或者是特殊的證明 要不要無形資產的產值 我們都假設它蓄力 我們都公盡它蓄力 好 這是無形資產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 那它的耐用年限 它的貪銷年限呢 基本上來講是可以 我們剛剛講說分率兩個 一個是經濟年限 一個是法律年限 好 因為我們體略者 就有說有經濟年限跟無形資產 我們講無形資產 是入職的這個實體公司 所以它叫做法律 就是法律上付以它的一個權利 所以叫做法律年限二選一 選它比較短的來幫助它的分攤 攤銷沒有的計算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計算過程裡面 有一定有一個數字 有兩個數字相估計 一個是什麼 殘值 一個是年限 那殘值呢 我剛才跟你講 通常無形資產都界定 它的殘值是零 那它的年限呢 是法律年限跟基金年限二選一 但是呢 如果法律年限跟基金年限 我都沒有辦法確定它有多長的話 就是它有多長的時間 那你能夠提它的攤銷嗎 不行 所以當你沒有確定年限的無形資產 它也不需要裡面攤銷 所以這個103頁裡面 它說呢 根據第二端好了 ISRAS38號的規定 有耐用年限的無形資產 應該在耐用年限內分期攤銷 好 這是你有確定有年限的 那後面呢 有告訴你的商譽跟其他 非確定耐用年限的無形資產 則不攤銷 好 這樣判動嗎 所以這個地方呢 要告訴你說 而不是要你去計它 我只是告訴你說 當你要去做攤銷 一樣要計算啊 你計算的時候 跟哲就一樣 要三個數字加一個方法 好 那它的方法是無形資產的 攤銷的方法比較簡單 都用什麼 用年限 就是直線法用年限 類似呢 它如果 然後殘值呢 三個方 三個數字裡面 有兩個數字是不記得 那無形資產 通常它的殘值我們都 估計它是0 好 是沒有殘值的 那 但是年限呢 就一定要估計出來 要不然你也沒辦法 用直線法去算 所以你沒有確定年限的 那當然也沒辦法計算 它的攤銷費用喔 所以我說 這個我告訴你是 不要你去記這個文字 我要你去理解它 所以以後你未來 再判斷了很多東西 它這個東西 這個資產要不要 這個職務要不要攤銷 要不要計算怎麼折銷或成本分炭 那你就有這個規則去做判斷 好 所以我說了 這句話我不是要你去背它 而是讓你去理解為什麼它是這樣的結果 因為它沒有每一切可以去做計算 但是呢 雖然它不用做貸銷 但是每一年 你要做什麼 資產減損的測試 如果有損失 它就要什麼 承認 減損 好 那就是 在無形資產裡面 除了要提攤銷 跟前面的折救 這個不重產償還及設分一樣 除了要提折救之外 一樣要做資產減損測測試 有損失就要承認減損損失 好 那無形資產也是一樣的 好 那第九章裡面 再去提更多的 因為它這邊沒有在一起的資產 每個造成你太大的負擔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有關於權益的部分 資產是比較 長期負擔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太多的 不一樣的地方 那權益的部分 權益呢 我先講一下 我想我再次看其實有講過 但先講過 忘記自己 好 我們說權益可以分成 應該說權益可以分成三大塊 好 第一個是投入資本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我們的 好 有名字 這個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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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支點顏色太淺 第二支點會不差 第三個部分就是其他權益 第一支點顏色 另外一支點顏色 這個是維持銀子 如果是雙眼的話我們就像上剛才 好 但是其他的 其他綜合損益 然後就是comprehensive income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綜合損益的科目 那其實這裡還包含了一個 我們的所謂的 其他權益科目可以講得比較廣一點 那如果說我們之前所講的 如果是英文來講的話 我請下來看 因為是這些其他權益 我們有一個什麼 庫長庫 還有就是 北京其他綜合損益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待會要講的這個地方我先不講 來 庫長庫 就是在我們的出牌庫提過 來 連結其他綜合損益 我們在講 那個綜合損益表的時候已經有提到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不再講這個地方 但是我就說我們有三大的部分 在我們的權益裡面有三大項 這是第一項 這是第二項 這是第三項 好 第三項呢 不在我們現在講的範圍 因為其他綜合組織研究員前面已經有講過了 那我先來講一下這個兩個部 這兩個 第一項跟第二項 因為之前同學有問我 那我想說 雖然我們在下學期的時候不會提到 可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在去講它的一個結構 或者是它的組成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投入資本 我們可以根成古板跟資本攻擊 然後就是去 都知道 超額投入 A that's pay in capital 就是超額投入 就是我們在出版裡面有講過的 超面積投入 可是資本攻擊裡面 不單純是超面積投入而已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 那我的股本呢 好 就是我們出版裡面講的 就是可以比較實在 那股本其實基本上 六個一家公司 只要叫做公司 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好 它的股本一定是什麼 一定有普通股 不一定有特別股 但是也可以有特別股 好 普通股 特別股 任何一家公司 它一定有普通股 但是不一定有特別股 它如果有普通股 它只有一種普通股 但是它如果有特別股的話 可能有不同條件的特別股 好 這是通通我們叫做股本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股東權益 我們的權益裡面分成三大類 一個叫做投入資本 一個叫做保留盈餘 一個叫做其他權益科目 好 那投入資本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塊 一個就是股本 一個是資本攻擊 那股本呢 根據它的股東的權益 可以分成普通股跟特別股 那任何一家公司 它只有一種普通股 好 不一定有特別股 一定有普通股 不一定有特別股 那那間公司呢 如果它沒有特別強 它就想它是股本 那你要想它就是普通股 好 所以基本上它一定有普通股 但是不一定可以沒有特別股 也可以有 當然有普通股 只有一種普通股 它會不會有兩種不同形態 或者不同權益之下的普通股 沒有 普通股只有一種 但是特別股可以很多 很多不同條件之下的特別股 譬如說 我真的特別股 是指它固定股利率是6% 但是沒有累積 所有沒有累積就是今年沒有辦法鼓勵 有亡者一役 好 就是過去就過去了 你不能說你錢 我欠你什麼 這個就是非累積的特別股 那另外一種 我也可以再設計一個特別股是 我股利率是3% 但是累積 我同一家公司 我可以有這樣不同條件之下的特別股 所以特別股可以有很多種類 但是它可以沒有 我可以都沒有 好 但是任何一家公司 它一定有普通股 好 那特別股它可以有 也可以沒有 那有 我也可以一種 也可以兩種 也可以很多種都可以 好 那資本公司呢 我們叫做超額投入 好 超額投入呢 基本上呢 它是有分 叫我們的資本公司 台灣的資本公司分成兩個 在美國可能資本公司就有一個 就一個嘛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那個 就是超面值投入 比如說我的面值10塊錢 我發行的是用12塊去發行 那2塊錢就是什麼 我的超面值投入 所以這個就是股本股價 那股本股價就要看前面的 如果你是普通股股價就是普通股股價 如果你是特別股的話就去特別股股價 所以我簡單先講股本股價 股本股價就比較像英文這邊寫的 Axess of power value 就是超過面值投入 資本投入 資本的投入 超過面值的部分 所以就是股本股價 那我說股本也是一樣啊 你要 基本上這個股本要配合前面的 如果你是因為特別股股價的產生的 你就要說特別股股價 如果你是普通股產生的 你叫普通股股價 好 謝謝你要消分 那我現在只是簡單一點寫 叫做股本股價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的資本公司還有一個什麼 股東捐贈 在我們臺灣裡面呢 我們是把這個叫做股東捐贈 也放在資本公司裡面 好 那但是在國外呢 他可以叫做捐贈資本嘛 但是我不知道說他的捐贈資本 有沒有特別心理要是股東 好 那在臺灣我們規定 我的捐贈資本一定是股東捐贈來的 才叫做那個資本關係 如果非股東捐贈來的 我就要他做什麼 捐贈收入 叫做收入 就會跑到哪裡 他要做什麼 就會課稅 好 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所得罪的問題 那如果我股東捐贈 你要知道說 當地叫做收入 還是叫做這個股東捐贈資本 有什麼差別 你要先搞清楚啊 因為放在哪裡 他會後續有什麼影響 若是股東捐贈 我放在我的權益底下 他是資本公司的一項 不必要用損益表 所以他不會講稅的問題 他就沒有稅負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捐贈 好 一般的捐贈 只要股東以外的身份捐贈 全部都要認列為捐贈收入 只要他符合收入認列的原則之下 他就要承認為那個水利表上面的收入科目 我說了要強調 不是所有的捐贈 我一定承認為收入 因為有些捐贈他有些條件 在你條件還沒有達成之前 你就不能承認收入的 所以收入認列原則裡面 他如果不符合收入認列原則的一個規範的話 我就不承認收入 所以只是先放在什麼 他只是放在資產負債表裡面的一個負債科目 就我們應該再講資產的時候會提到 好 這是權益的科目 好 這是這兩個我們都叫做投入資本 所以投入資本是指股本跟股本相關的 好 那所以為什麼資本公金裡面呢 有分普通金身來的資本 那保留盈餘呢 基本上一個公司 存益的結果他先轉到保留盈餘 存益結果先轉到保留盈餘 叫做未分配 那接下來呢 這樣未分配就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往下去分配啦 那分配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分成 所以我們可以分成 以分配跟未分配 不太確定了 就以分配 我應該先寫中文再寫中文好 因為我們現在寫多數是中文除 以分配 一個是未分配 請你先記得 在我們存益結果呢 會先轉到未分配 那未分配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行分配 好 那分配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有其種情緒 私下會產生已分配 一個是法律規定 法律規定 好 比如說公司法規定 每家公司 然後就稅後盡例 提搏10% 為法律以公斤 好 我們有個會計科目 好 叫做法律以公斤 好 這是公司法規定的 好 每一家公司 公司需就他的稅後盡例 提搏至少10% 為法律以公斤 那法律以公斤 為什麼要提搏 公司法 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也就是說公司沒有 人沒有日日紅 花沒有日日好 所以哪一天公司總是會有虧損的時候 那如果你公司所賺的錢 錢的全部都分配出去了 公司虧損的時候怎麼辦呢 是不是會侵蝕到你的股本 那你侵蝕到股本 其實就會什麼 就會影響到你的負債 就是侵蝕 就會對負債 債權人沒有保障 所以法律贏於公斤 應該就是說 情貼要為禮天備散的意思 所以法律贏於公斤的目的 是要彌補虧損的 法律贏於公斤 為什麼法律要做這樣的規定 因為他要情貼要為禮天做準備 所以這個法律贏於公斤 就是準備萬一來 萬一公司發生虧損的時候 是拿來彌補虧損的 好 那除了法律規定之外 有的是什麼 董事會決議出來的 那是因為公司經營團隊 去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區分上面 它就是非法律上面的規定的 讓它自願提播 那自願提播一定是什麼 一定要經過董事會決定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自願性提播呢 所以董事會可能會估計 就是董事會就是負責公司的經營嘛 所以公司如果未來有做什麼 有破產的準備 或者是公司因為有舉債 那舉債之後就是我的資金來源 我可以發錢股票 我也可以什麼 借錢 那如果借錢的話 我為了讓債權人對我放心 那這樣是我的借款利率 所以我就什麼 我就讓它更感覺到很有保障 因為風險跟報酬是成反比 所以你給債權人 就有保障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的利率就會什麼 對不起啊 因為風險跟報酬是成正比 風險越高 它要求的報酬就會越高 所以風險越低 你可以 你要負擔的資金成本的利率就會越低 所以我為了讓債權人很放心 所以我就在董事會裡頭 就決定說 如果我有發行債券的話 或者是有對付債的話 舉債的話 我每年提播多少 為我的場債準備 好 那我是不是債權人看到 你每年都有從你的引力裡頭 提播一個場債準備 對債權來講是不是比較安全感 所以風險是比較低 所以這樣子呢 你的借款力 就會變得比較低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場債準備 好 那如果呢 像 好 像最近呢 台積電動作 來 出手 什麼事啊 老師 那個未分配盈餘 就是 以分配盈餘不是當作鼓勵 把它放出去嗎 不是 沒有 那是未分配才可以把它放鼓勵 好 好 所以 待會兒我們會去講未分配 就是說 以分配之後剩下來的就叫未分配 那未分配就是拿來幫忙鼓勵 所以 以分配是不能幫忙鼓勵 好 以分配就限制它的用途 國際已經分配了嘛 分配它這個用途了 所以你是沒有不能再把它拿來分配的 那第一個就是場債準備 那另外呢 我說像最近呢 那個台積電在南科一直積極在擴廠 我們剛才去聽它的研發替代役的一個說明 他說那個他在南科呢 他的廠房 他說 如果住台北的話 是要大安生理公園 說有25個大安生理公園那麼大 在南科台積電 光他自己的廠房就這麼大 所以他一直非常積極的在擴廠 那擴廠就要錢啊 那錢怎麼來呢 一個就是什麼 外來的 一個就是自己的錢 那外來的錢呢 就兩個來源 一個就是什麼 發行股票 那你發行股票 普通股也會讓你的股本 越來越膨脹 因為你股本越來越大 尤其是你發行普通股 越來越多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好的地方 你的普通股 股助越來越多的時候 對公司有什麼影響 對你什麼影響